就現場來看這位貴婦 她買這LV的精品表 怎麼會出這樣的問題 她說之前呢 買了一支30多萬的手錶是LV的 沒想到戴了一年就壞掉 送回原廠修理 居然呢 這店員跟她說 開口要27萬元的修理費 而且又沒有提供這修理名信 這女子非常的不服氣 跑到這旗艦店來理論 而店員不接受 還和這名女子吵了半個多小時 女子來到知名精品專櫃 只為了一指送修的名牌手錶 越講火氣越大 我還訪問你們小姐說 小姐我這支手錶37萬 修了一年多 27萬你們修嗎 連你們小姐都在笑 都說不可能 名牌表故障送修 拆或不拆 女子和業者一來一往 討論了半個多小時 雙方卻難以達成共識 這個肉眼摩擦 很像強烈的撞擊 我看不到呢 有有有 你說你說你說 因為它這個已經出現空隙了 空隙 女子前年花錢買下了名牌手錶 只帶了一年多 卻突然不動了 拿去修理卻反而讓它更困擾 原本以為只是沒電的 後面它就每個說詞都不一樣 磨損啊 禁髓啊什麼 我說那我裡面鑽石 他說要換錶殼的話 就是裡面全部都要換 就是要27萬 來看看這個瑞士製造的名牌表 由碎鑽布滿了整個表面 內部是十英機星 售價37萬5000 女子帶名牌表 使用了一年卻故障 請業者維修 原因還不能查明 不過報修費用卻高達了27萬元 買37萬的表修理27萬 一年多啊 我真的是太扯了吧 賺表還在五年的保固期內 送修需要繳費 沒想到費用卻是高得嚇人 儘管業者當面向女子澄清 報修溝通過程或許有瑕疵 業者也願意承擔部分的費用 經歷維修糾紛 女子氣氛難耐 取回這個禁止不動的手錶 決定不修也罷 中文新聞韓智欣 王一超 張俊棟 台中採訪報導